如果观众朋友看过电影史瑞克的话 应该对驴子的搞笑模样不明并不陌生 其实您知道吗 可爱搞笑的驴子也有它很神圣的一面 在台湾的瑞士人 今天就为了欢度圣尼古拉斯节 特别找到了圣尼古拉斯的驴子 一起来庆祝 非常有意思 耶诞节还没到 缠着一身火红的耶诞老公公 却已经在发糖果 其实他可是在德语系国家 更受欢迎的圣尼古拉斯 他出现在台北市立动物园 要带小朋友去看驴子 因为驴子曾经是陪伴他 到处祭平行善的好伙伴 在台湾的瑞士人 特地选在他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 提早庆祝 原来瑞士德国等德语系国家 并不流行乘坐马车的耶诞老公公 而是骑驴子的圣尼古拉斯 所以过节得找到驴子才算圆之圆会 不过驴子可不是台湾的本土动物 并不好找 因此这群来到台湾的瑞士人 直接找上台北市立动物园 连续八年来这里过节 驴子不只有宗教上的意义 它还有重要的角色 像在墨西哥 为了让遥远山区的小学生 能减少上学走路的时间 出动驴子帮忙 在不单偏僻山区要选举 得靠驴子来运选票 在意大利的小镇 驴子还创当垃圾车 收垃圾 显示出驴子跟人类生活密不可分 也是人类忠实的好朋友 记者 林先生 谢其文 台北报道